以哈衝突持續延燒 TVBS採訪團隊也正在趕往以色列 尤其是中東多國現在反以色列情緒日益增加 各國爆發示威活動 在土耳其這裡 包括以色列主義土耳其大使 以及外交官已經連列撤離了當地 那他們說是基於安全理由而不是政治因素 除了對以色列的不滿之外 反美情緒也持續擴大中 對於美國的情緒 包括在黎巴嫩以及在越南這裡 很多民眾也是聚集在美國大使館外來進行抗議 隨著中東局勢越來越緊張 以哈衝突升溫 台灣駐以色列代表處決定派出撤僑專機 目前掌握的人數是大概有149人 他們都是平安的 而且他們將會搭乘這個專機來飛往到羅馬的機場 今天台灣時間下午5點左右 確切時間我們不宜對外公布 因為涉及到安全問題 今天下午台北時間5點左右 根據外交部表示 如果機上還有空位的話 基於人道和互助考量 會提供給有台國家的使館人員和僑民搭乘 而TVBS採訪團隊也會持續為觀眾帶來以色列哈馬斯衝突的最新發展 TVBS新聞 洪富華 劉腿亭 張正安 體務偶旗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推遨最加密碼 Нاج安 dann oyo